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迪迦奥特曼要来超市买东西了 超市都有些什么呢? 迪迦奥特曼看了看 这不是盖亚和戴娜的盒丸吗? 正好可以买回去送给他们 这里还有一个蓝色的变形蛋 这会是什么怪兽的变形蛋呢? 这个也买回去 大王怪兽肚子好饿啊 来买些吃的 这一包罗布奥特曼的迷你人偶软糖 好像挺不错的 把这个也买了 诶,这里还有一个精灵球 这里面会装着什么精灵宝贝呢? 哈哈,把这个也买回去 要来结账了 250元 300元 迪迦奥特曼开开心心的推着手推车回家啦 回到家里 正好盖亚奥特曼和戴娜奥特曼来家里做客了 诶,迪迦奥特曼,这是什么? 好像是变形蛋 让我来翘一下 怎么还不变形呢? 那让我们来帮盖亚奥特曼把这个变形蛋变形一下 蛋壳打开之后露出了一张脸 这两个白色的 好像是这个怪兽的手 这是什么呢? 把它翻折一下 好像是一张桌子 然后,这个怪兽的经典造型 是桌子的姿势 但拿奥特曼问 这是什么怪兽啊? 好像很悠闲的样子 那你们能告诉戴娜奥特曼 这是什么怪兽吗? 迪迦奥特曼还给他们带来了礼物 让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礼物呢? 打开之后 出现了好多身体的碎片 让我们把它们组装起来 这是左手 是握拳的姿势 这里还有一个迷你的发光器 装在头里面 再把奥特曼的脸组装上 这个迷你的人偶和戴娜奥特曼 长得一模一样呢 戴娜奥特曼谢谢你家 送给他一个迷你的人偶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盖娜奥特曼的礼物是什么呢? 打开之后 也出现了好多身体的碎片 让我们把它们组装起来 这个奥特曼的手 也是握拳的姿势 那和刚才的组装 是一样的 是迷你的盖亚奥特曼 哈哈 好迷你啊 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呢 谢谢你 迪迦 这三个迷你的奥特曼人偶 会有什么秘密呢? 哦 他们的眼睛发出了光 太神奇了 迪迦奥特曼的眼睛 发出的是黄色的光 戴娜和盖亚 眼睛发出的是白色的光了 正好 大家玩得肚子都有点饿了 让我们来尝一下 这一包十碗软糖 这上面 是什么奥特曼的图案呢? 好像看到了 罗素奥特曼 和布鲁奥特曼的图案呢 这里还有一个变身器 让戴娜奥特曼 来尝一下这些软糖吧 嗯 好好吃啊 盖亚奥特曼也来尝一下 他吃掉了变身器 和蚊子的软糖 还有一块 正好留给迪迪迦 嗯 原来是葡萄口味的 太好吃了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精灵球里面 装了什么精灵宝贝呢? 来看一下 精灵宝贝的种类 那你们都认识吗? 那你们都认识吗? 打开来看一下 出现了一只粉红色的精灵宝贝 里面还有一颗糖果 这只精灵宝贝的身体 好像是个球形的 手里还拿着一个麦克风 好像在唱歌一样 好萌 好可爱啊 那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精灵宝贝吗? 把这个精灵宝贝放到精灵球里 这样子我们就抓到了这只精灵宝贝呢 好了 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看完视频 你们知道这些人偶的秘密是什么吗? 记得在留言下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